開車到賣場附近準備停車 但停車隔離有一名女子 將採購的東西全搬上車之後 推車就這麼丟在路邊 迴轉離開 比較沒有公德心 應該把它歸位 當然不好 那沒公德心 實際來到女子被拍下的賣場附近 推車擺放亂糟糟 有民眾推著推車到機車停車場 把自己買的拿起來之後 推車就推到旁邊 公眾人員推著推車過馬路 因為這些推車被推到對面 另一間賣場的停車場裡 公園旁邊放著 這個本來就在沿地歸環就好了 他們會去收 他們會沿著這樣子 我有看到甚至在很遠的地方 這樣他們也看不見 賣場外四周路邊 隨處都可以看到 手推車被亂丟的情形 民眾到賣場採買滿滿一推車 圖個方便將推車推到車子旁邊卸貨 卻沒有歸環放置處 推車亂象也成了賣場另類奇觀 謝謝林家信 李若貞 台中採訪報導